新北市连接两天发生了重大的枪击案 来宁质疑中央把治安责任甩锅地方 由于事件爆发时 新北市长侯友宜刚好仍在新加坡访问 耐政部长林又昌以台风来做比喻 他说民选首长自己要决定 是不是要赶回来 这是观感的问题 但是侯友宜回应 这治安是要从源头压制的 希望上下同心起立 治安内部问题 其实我们要从源头就要断绝 犯罪预防远比犯罪侦查还重要 所以治安绝对不可能一日就可以达成 我们必须要上下同心起立 而且面对所有的治安现在的问题 我们必须要从根逃除 好好的压制所有的犯罪 更重要的把预防这个部分做得更拓彻 所以患症的问题是需要大家一起努力的 新北市连续发生了两起枪击案 内政部长林又昌跟行政院长陈建仁 却说甩锅给了地方政府 这治安派外好像是都没有他们的事情 国民党立委吴怡丁就痛批 治安派坏就是因为黑道荣于执政 而曾明中也大骂黑枪越来越泛滥 陈建仁跟林又昌难道都没有责任吗 怎么敢推给地方政府 而陈建仁也改口说中央会跟地方一起努力 北的事件之后啊 我们的内政部长跟行政院长都跳出来说话了 内政部长林又昌说 这是地方治安事件 相信各地县市首长会判断该如何处理 社会也只有公平 也就是说全部推给地方 再来呢我们的行政院长陈建仁也说了 他希望新北市政府能够负起责任 也就是说我们的行政院长 这个温暖内阁啊也是推给地方 台湾治安恶化其实根本根本的原因 就是我们的黑道介入政治 黑道荣于执政了 跟我们的中央执政党完全融在一起 再来黑枪走私茶器不利 这些都不是地方政府的权责 自然全面恶化 全面恶化 陈建仁 林又昌 你没有看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吗 他们有看到 但是提不出具体的办法 黑枪的问题 枪击事件越来越多 越来越烦烂 新北发生枪击事件 全部推给新北 这是什么政府 刚刚不管是治安汇报也好 或者相关的任务的分配也好 院长 你没有责任吗 林又昌 你没有责任吗 你还敢出来推给地方政府 治安的维护呢 是中央和地方需要共同合作的项目 那我们中央跟地方呢 也各有各的角色和责任 务必要密切合作 才能够维持治安 让人民生活能够安心 让社会更能够安定 所以这件事情 我们中央地方要一起努力 具体的病独特建 请来解系统 呈椅子 mug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